下面呢我们跟各位介绍 刚刚介绍的是一个力量 对一个点的力矩 我们现在来算一个力量对一个轴 就是某一个方向的力矩 那我们要比较一下 那这一章的重点最重要的是让各位了解 不只是了解怎么计算一个力量对一个轴的力矩 最主要让各位了解 力量对一个点的力矩 和力量对一个轴的力矩 它主要的差别在哪里 那在介绍这个以前 我们要介绍向量的另外一种乘法 就讲的向于两个乘法 一个叫向量机 乘出来结果是向量 另外一个呢叫做纯量机 乘出来结果是纯量 我们叫做dot 所以那我们这边就讲 p.q我的纯量机 它出来结果就是一个纯量 所以只有大小 它的大小就是等于p.q.cos.c. 当然这两个不要记反了 向量机是sin 纯量机是cos.c. 那我们一般来讲 因为是用一个dot 所以这种乘法我们也叫做点击 向量机叫插击 这个叫做点击 这也是各位特别注意到了 在那个一般的算数上 这两个我们都是等于6 很明确 可是在向量里面 这两个符号意义 是意义基本上来讲 是不一样的 好 我们先看p.q 如果是p等于0 q等于 还有最主要是 如果这两个向量是互相垂直 细打是90度 口暗90度等于0 所以我们知道 如果这两个向量是互相垂直的话 我的p.q的结果 就会等于0 就像两个向量是互相平行的话 口暗的就等于0 那如果细打是小于90度 0到90度之间 记得 不管是p.q还是p.q 它的细打一定在0到180度之间 绝对不会超过180度 所以如果细打是在0到90度之间 它的这个存量结果一定是正的 如果是在90到180度之间 它就一定是负的 因为口暗的细打就是负的 也就等于说存量机只有正 跟负 90度就是0 这是我们知道 那如果i接k 是我的沿着xy的三个分量 那就讲的i.i 细打等于0度 就是1 i也是1 所以依照我们定义 i.i 跟j.j k.k 都是等于1 那当然 如果是i.j j.k等等 不管是i.j 因为相差都是90度 所以通通都是0 那依据这个的话 我们刚刚又讲的 要算向量的存量机 一个是p.q 口暗的细打 但就不讲 细打不见得好知道 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用分量 那依据上面的 我就可以把p.q 就写成pxi加pyj加pgk q也可以写成pxi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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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xi所以我们知道 存量机比较简单 如果p.q就是等于这两个向量的分量和 分量相成和 p.q加p stress 这个向量的分量抬击这个为循璇 那这个结果呢 那我们就知道 如果向量跟p.q 自己从 isto中 自己 就会得到px比方加py平方2加pz模2 刚好就是这个向量p的的大小 所以我们会得到这个结论 如果两个向量自己 得到的就是这个向量本身 它的大小的平方 那从它的定义 DOTQ等于PQcosc大 也等于QPcosc大 所以我们往后发现 这个向量的DOT机 当然满足它的交换率 这是跟向量机不太一样的 它满足交换率 同时我们也是一样 这个我就不解了 因为写得很清楚 你们自己看一下 这个Pcosc的Q1加Q2 你们讲义没有推导 我只先给各位看 你们做个参考 马上发现它就是等于 Pcosc Q1 Pcosc Q2 所以这个DOT机 它事实上也满足分配率 这点跟向量机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机油刚刚的分配率 我们也可以引申出来 比如说P加QDOTR加S 就可以直接说 它就是等于PDOTR加上QDOTR加上PDOTS 加QDOTS 这个就是相等于我们在代数里面A加B乘上C加D 一样等于AB加上AC加AD加上BC加BD 一样的意思 同时我们也可以证明 如果有两个像量 相加P加QDOTP-Q 就会等于P平方-Q平方 跟你们讲A加B A-B等A平方 一模一样 也就P加QDOTP-Q 就是等于P的大小平方 减掉Q的大小平方 这两个你们讲 根本上好像没有 你们可以稍微抄一下 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你们根本上好像没有这两个式子 但这些是属于很直觉的 然后最后 PDOT括号QDOTS没有意义 因为QDOTS就是一个存量了 那DOT一定是两个向量 所以很明显 这个不会符合结合率 并不符合结合率 好我们刚刚跟各位回顾了一下 那个向量的存量机 让我们看 PDOTQ可以写成PQcos系达 如果你知道P跟Q的分量 也等于PSQS加PY KY加PGQZ 同时你如果知道 P跟QXYG的分量 P跟Q的大小 我们也会知道 因此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一般来讲 我如果要用这个式子 算PDOTQ 我可能找不到系达 所以我们习惯用这个式子 反过来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结果 找出我的系达 依据这两个式子 我们就知道 P跟Q的夹角系达 就得RQcos的 PDOTQ的结果 也就是PSQS加PY QY加PGQZ 除以P的大小 跟Q的大小 而P的大小 Q的大小 分别可以等于 PS平方加PY平方 加PG平方看根号 跟QS平方加QY平方 加QG平方看根号 因此我们一般来讲 是用这个结果 如果你有两个向量 P跟Q 我要知道它的夹角 我们一般用的是 DOTO PRODUCT的这个式子 OK 好 那下面我们再看 考虑这个图 假设我现在有一个向量P 有一个向量P 作用在O点上 通过O点呢 有另外一个方向 一条线OL 那我们就define P sub OL 代表P这个向量 作用在OL这个线上的投影 POL就是代表P这个向量 在OL这个线上的投影 那我们前面讲过 任何一个向量 在某一个方向的投影 就等于这个向量 乘上它的夹角 所以我们写成P cos系达 这个系达是P跟OL之间的夹角 跟OL之间 一般来讲 如果是空间问题 这个系达并不见得好找 那恩利文次是定义 POL可以等于 就是P cos系达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看 假定我们看这个图 最下面的这一个 假定我们在OL这个线上 有一个向量Q 假想一个向量Q 这个Q是沿着OL 沿着OL这个方向的话 那我们可以知道 那我们可以知道 P dot Q 就是等于PQ cos系达 可是我刚刚知道 P cos系达 就是等于POL 所以呢 我们这边最后可以得到 我的POL 也可以写成这个结果 就是P dot Q 就是P dot Q这个向量 再除以Q的大小 这个也就等于说 如果你分别知道 P向量跟Q向量的分量 你用这个式子 也就是说P在Q 就OL线上的投影 我们可以写成P dot Q 然后除上Q的大小 这个比我们找细达 容易一点点 OK Q是一个任意向量 沿着OL 那现在呢 我们现在看 这个我们得到了什么呢 如果现在沿着OL上面 有一个单位向量 你们知道 如果要知道OL单位向量 就是知道 在OL上面找任意两点 然后两个点相减 得到位置向量 除以位置向量的大小 就我的单位向量 假设我现在单位向量是浪达 沿着OL的单位向量 浪达我已经找到了 浪达我们就可以写成 cosC打XI加 cosC打YJ cosC打ZK C打X C打Y C打D 就是OL沿着XYZ 三个轴的夹角 假定我这个单位向量 我已经知道 我们这边讲很多次了 就是这个线上任何两点相减 再除以大小等位向量 我们已经知道 我把这个浪达 就带到前面所讲的 这个式子的Q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说 我P向量 在OL分量 等于P.浪达 再除以浪达 可浪达大小是1 所以就等于P.浪达 所以我们最后得到了结论 就是如果我要找到一个向量 在任何一个轴上的投影 我都可以写成P.浪达 也就是PXcosC打X加PY 加上PZ cosC打Z 这边我们不能 也就一般来讲 这边有一个向量P 我要知道这个P 在任何一个方向 沿着这个方向的投影 一个是我们要找出这个系打 那我的投影POL就等于P CosC打 你找到系打就可以做出来 但是一般来讲 这个系打不好找 可是万一我知道 沿着这个上面的一个单位向量 浪达 我知道的话 POL也可以等于P.浪达 这个浪达 这个是事实上 是一般来讲 在空间上面 尤其空间向量 我要找到一个向量 沿着任何一个方向的投影 记得 P在OL上 就POL 一边来讲 是等于P在OL投影 事实上也等于P这个向量 在OL的分量 不要忘了 投影就等于分量 所以POL 就是等于向量P 在OL上的投影 也就等于 也就等于这个向量P 沿着OL方向的分量 那我们一般来讲 就是可以把它直接用P dot 这个方向的单位向量 就像各位回顾一下 我的FX 不就等于F这个向量 DOT I FX就是F这个向量 因为这X方向的分量 也是它的投影 而X方向的单位向量 而X方向的单位向量就是I 所以就等于F dot I 一样的意思 OK 一样意思 只是这个呢 是更一般化 P dot 浪达 也就等于 我再强调一次 P dot 浪达 就是等于P在OL 这个方向的投影 也是等于P这个向量 沿着OL这个方向的一个分量 它的部分分量 这个观念 等一下跟我们要谈的 一个力量 对一个轴的力举 是有关的 介绍了这个POL以后 下面呢 我们前面介绍了向量的向量机 也介绍了向量的纯量机 我们下面介绍了一个 所谓的向量的三重机 就是 这不是指了台北市的三重 就是三个的意思 三重机 OK 那这个的结果 S dot P cross Q 不要忘了 P cross Q 是一个向量 S dot 这个向量 结果是一个存量 所以我们这个叫做 存量三重机 还有另外一种叫做 向量三重机 就把这边的dot 变成cross 这个出来的结果就是一个向量 但我们不谈那个 我们现在只介绍向量 存量三重机 三个向量合在一起成 S dot P cross Q OK S dot 记得 这一定要先把后面 这个不能把括号 你不能先 S dot P 然后再来 cross Q 那就没意义了 因为S dot 就没有存量了 所以S dot 括号 P cross Q 首先 这个结果 它是等于 刚刚我们已经讲了 P cross Q 等于 P跟Q 这两个向量 所形成的一个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S dot 括号 P cross Q 等于S 就是P Q 这三个向量 所形成的一个平行六面体的体积 下面这张图告诉我很清楚 这个是P 这边Q 这P P Q S 形成了这样子一个体积 可是P cross Q 就是这个的底面积 得到的是这个的结果 然后S dot 这个的结果 就是因为 它的dot就是S的大小 就是S这个边的大小 乘上这个的结果的大小 然后乘上cosc 那这个cosc 不就是这个S 垂直于这个PQ平面的高 所以P乘以Q 等于底面积 dotS 就是等于在乘上它的高 所以底面积乘以高 等于这个平行六面体的体积 这是很容易证明的 因此 存量三重积 就是等于这三个向量 尾巴对尾巴 所形成的一个平行六面体的体积 然后从这边来看 我们刚刚是用P乘以Q 当作底面积 我也可以拿Q乘以Q跟S 当作底面积 那高就是P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写成 本来是S dot P Cross Q 可是如果我把前面的这个图 Q跟S当作底面积 那Q Cross S 就等于QS的底面积乘上P 所以 我也可以写成 P dot Q Cross S 那这个也是等于体积 因此 这两个是相等的 OK 这两个是相等的 我们再从前面这个图上来看 反过来讲 我可以拿P跟Q当底面积 Q跟S当底面积 我当然也可以拿S跟P S跟P 来当作底面 那个 S跟P 来当作底面积 所以如果S跟P当作底面积的话 我的Q就是高 因此 这个也可以写成 Q dot S Cross 我没有 我没有画向量符号 这都是向量的 等一下 这个不清楚 Q P 这向量符号都没写 所以这三个是反过来 那反过来讲 如果我把第一项 这个P跟Q 导过来 H dot Q跟P 那就跟原来差个符号 这两个中间差一个 就都是会差一个符号 所以因此 你们课本上告诉了各位 这几个很等式 就是你知道的 S dot P Cross Q 的话 这六个 我们通通可以得到 不是相等 就是乘符号上的关系 你就是从体积的观念 就可以得到这些 OK 然后我们直接看 假定我知道 S的三个分量 P的三个分量 Q的分量 不要忘了 S dot P Cross Q 就得S的X分量 乘上P Cross Q的X分量 加上S的Y分量 乘上P Cross Q的Y分量 加上S的Z分量 乘上P Cross Q的Z分量 如果 S P Cross 分量 我都知道 P Cross Q的X的分量 就是等于PY QZ 减P QY 所以 第一项 最后 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S的X分量 乘上P Cross Q的X分量 也就是 X分量 也就是PY QZ减PZ QY 加上SY 乘上这个Cross Product的Y分量 加上SZ 乘上这个Cross Product的Z分量 这个看起来很啰嗦 但是非常的巧 这个存量三重机 这个结果 刚好等于这个行列式展开式 第一行就是第一列 第一个向量的三个分量 第二行就是第二列 这个向量的三个分量 第三行 第三列 就是第三个向量 三个分量 行列式展开 就等于左边结果 是一个 不要忘了 这是一个存量 OK 所以我们要算 存量三重机 通常都是直接 不会用左边的 这个式子 很容易背糊涂 都是直接用右边的 然后我们自己小心一点 把行列式展开来 把行列式展开来就可以了 前面跟各位介绍了 向量的DOT PRODUCT 也介绍了存量三重机 有了这两个 我们现在看看 怎么来计算一个力量 对一个轴的力矩 首先各位看右上角这个题图 F外力F 最后在A点上面 这个F对O点的力矩 我们说叫MO 是等于R cross F R就是从O点 到F上的任何 F上任何一点的位置向量 然后通过O点 有另外一个方向 OL是一个任意线段 通过O点 它不见得是平行于MO 通过O点 那我们现在就Define 这个MOL 我们叫做 这个力量 对OL这个轴的力矩 力量对OL轴的力矩 事实上是什么呢 就是等于 这个MO 对O在OL轴上的投影 也就是MO 沿着OL轴的分量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一个力量 对一个轴的力矩 我再强调一下 首先一个力量 可以对一个点 产生力矩 然后对通过这个点的 任何方向 我们都可以找到 这个力矩 沿着这个特定方向的分量 这个分量就叫做 这个力量 对这个轴的力矩 所以你记得分量 等于就存量了 它只有正跟负了 因为方向固定 所以注意 力量对一个点的力矩 是个向量 但是力量对一个轴的力矩 等于力量对这个点的力矩 然后沿着这个特定方向的分量 所以依照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浪达.mo 也就是浪达.r x f 这个就是我们什么mol的定义 然后就是这样子写法 第一行就是浪达x浪达y浪达力 就是ol这个方向的三个方向余弦 然后第二个就是r 也就是a点减-o点的坐标 分别这第三个就是力量的分量 这个就叫做 因此所谓 我在讲所谓一个外力对一个轴的力矩 就是等于这个外力对某一点的力矩 然后沿着这个轴的分量 它是一个纯量 外力对一个点的力矩是向量 外力对一个轴的力矩 就是分量了 就是一个纯量 因为它已经是向量 沿着某一个轴的分量 OK好 我们现在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 这个mol 就是这个力量 沿着ol这个轴的力矩 它代表了什么 看右角这个图 f还是作用在a点上 ol就是我要找到 这个f这个力量 对这个轴 这是o点 o点在这 注意 对这个轴的力矩 首先我先把这个f分成两个分量 一个f1一个f2 注意 这不是乱分的 这是轴 这是我的f 我把这个f分解成为平行于这个轴的分量 f1 再加上垂直于这个轴的分量 f2 f2 而这个f2在这个平面 就是垂直于ol这个轴的 所以我把力量f分成f1平行于ol轴 跟在平面上f2 垂直于ol轴 然后我的位置向量 从o点到a点位置向 我也分成r1加r2 r1就从u点到q点 q点就是ol轴跟平面的交点 然后r2呢 就是从q到a点 那这样子的话 那依照我们前面的定义 mol 可以等于让打 dot r close f 可是r就是等于r1加r2 f等于f1加上f2 然后我把上面这个式子展开 变成下面这四项 我们仔细看 一项一项的看 我们先看第一项 是让打dot r1 close f1 你们不要忘了 r1跟f1是平行的 所以r1close f1 依照我们前面讲 就是0 因此这四项 第一项 等于0 再看第二项 让打dot r1close f2 r1你们看这个图 r1close f2的结果 一定是垂直于r1 这是它的定义 如果它垂直r1 就会垂直于让打 那让打dot 它的垂直的项量 就等于0 所以第二项 也会等于0 同样的道理 第三项 是r2 让打dot r2close f1 也是一样 r2close f1 出来的结果 一定垂直于 f1 如果垂直于f1 就会垂直于让打 那跟让打 也会等于0 因此这个结果 最后 我们这个mol 其实是等于这个式子 就是让打dot r2close f2 首先第一点 你们注意到 如果是r2close f2 只看后面的括号 这个不就是等于f2这个向量 对q点的力矩 f2向量对q点力矩 就是r2close f2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们不要忘了 让打是单位向量 首先 首先r2close f2的结果 一定平行于让打 一定平行于让打 所以它如果 它既然平行于让打 我们写一下 这个结果 事实上 这个结果是mol 事实上也就是等于 r2close f2的大小 第一点 这个就是等于 因为我让打是单位向量 而且r2close f2 就是平行让打2 所以dol的让打2 就等于它自己的大小 因为让打2的大小是等于1 c大又是等于0 cosc大等于1 所以这是第一个 所以我的mol 事实上就等于什么 mol名义上是f这个力量 对ol的力矩 事实上就是等于f 这个沿着f2的这个分量 就垂直于这个轴的分量 对这个轴上 ol上任何一点 它的力矩 而且你们注意 r2跟我的f2 是互相垂直的 不是 分头了 对不起 f2跟我的ol 是互相垂直的 因为我们刚刚讲 我把f分成平行于ol的向量 跟f 垂直于f2的向量 这两个是互相垂直 那f2对这ol的力矩 不就等于f乘上 这我们等一下 就事实上就会等于f乘上 这两个之间距离 这个我们等一下说好了 首先第一点 到这边我们就告诉了各位 mol虽然是f这个力量 对ol这个轴的力矩 事实上也就等于f的一部分的分量 对这个ol上任何一点 所产生的力矩 也就等于说 这个f分成了两个力 f1 因为它是跟ol平行 所以不会对这个ol产生任何的转斗 只有f2 才会 这个r2 closef2 也就是omol大小 也就代表了f2 使这个物体 绕着ol 转动的大小 也就等于讲的 如果我们只针对ol来讲的话 f1不会是物体转动 只有f2 才会使物体绕着ol转动 而这个也可以叫做mol 然后因为r2跟ol是互相垂直 所以mol等于我的 这个r2跟ol的距离 乘上f f乘以d 你反过来讲 我可以找出来r2 利用这个式子 我可以找出来r 也就等于说两个向量 如果是互相垂直的话 这是f2 这个是ol 这个互相垂直的话 互相垂直的话 这个mol就等于我们的距离乘上f 我可以算出我的一个距离 好 到这边来讲 我们在整体的根据说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mol 这是一个物体 我这边有一个点f 就用在点a上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o点 我首先可以找出来 一个向量 就我们讲的画两个箭头 这就代表利偶 mo 注意 这个mo 就是代表这个f 使这个物体 绕着通过o点的这个轴 转动的量 这个叫做mo 也就是一个力量 对一点的力矩 然后这个mo 既然是个向量 我可以把它分成 通过沿着这个轴的分量 或者沿着任何轴的分量 那沿着这个轴的分量 就是浪打 dota mo 也就是等于我们讲的mol 所以如果一个力量 对一个轴力量 也就是等于是说 我只是把这个分成它的分量 分成它的分量 所以 然后假想 这个物体是绕着ol转 我们再用平面 讲的更白一点 假定这是mo 这是o点 我可以把它分成 沿着 这个方向的分量 跟 好吧 这个方向 我可以把这个mo 分成沿着水平 跟垂直方向的分量 意思就是什么呢 我真正物体 最后是绕着这个轴在转动 可是我可以把它想成 是绕着这个轴的转动 加上这个 就是绕着这两个轴 同时转动 就等于最后是绕着这个轴转动 而绕着这个轴转动的力矩 我们就是叫做力量 对这个轴的力矩 这个记得 这一条线 是力量 对O点的力矩 最后物体 最终的结果 是绕着这个轴转 只是我可以把这个轴转 想象成为是 绕着这个轴的转动 加上这个轴 就是物体同时绕 这两个轴转动 结果 就会变成 闹着这个轴转动 结果 这个就是力量 对一点的力矩 跟力量 对一个轴的力矩 的差异 我再强调 力量 对一个轴的力矩 只是代表 一个力矩的分量 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我们可以 把一个力量 对一个点的力矩 分解成 沿着水平 跟垂直方向的 任何方向的一个分量 当做它的一个合成 另外 这两个物理意义 各位千万不要搞混 就像我们现在看的 假设我现在呢 有一个力量 F作用在A点上 它的三个分量 Fx Fy Fz 如果我要知道 F这个力量 F这个力量 对X轴 就是I轴 的力矩 那依照我们 刚刚前面的定义 就是先找出 F对O的力矩 也就是从O到A的 位置向量 然后是 让打DOTR CLOS F 所以 原则I是100 然后第二个就XYZ 第二Fx FY FZ 而这个展开来的结果 就是等于这一个 而这个你们仔细看 如果我要找到 F对O点的力矩 沿着X的分量 不也是这个东西 不也是这个东西 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相等于把F对O点的力矩 这个向量 分解成沿着XYZ的分量 也就是代表 也就是代表F 对这三个轴的力矩 像我们可以看M1 MZ 都是完全吻合的 这三个式子 我们是用 让打DOTRCLOS F 出来的 但是就跟我们前面 直接用RCLOS F 得到了MO 的三个分量 是一模一样 好 最后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要解决 什么问题 如果 我想要以这个图形上 大家看 F作用在A点上 现在这边有条线 BC线 我想要找到F 对BC这个线段 它的力矩 那依照我们前面讲 这是LOD 让打DOT 括号RCLOS F R 是BC线段上的 某一点 到F线段上的 任何一点的距离 可以到A点 重点就是 你BC线段也有很多点 那到底是哪一点 不同的点 结果会不会一样 我们现在就证明给各位看 结果是一样的 比如说 我们现在要找出来 F 对BC线段上的力矩 而且我们要取的点是B点 所以我们得到这个MBL 等于让打DOT R的B到A的位置向量 就是A对B的位置向量 COS F 可是B对A的位置向量 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从图上三角形 可以看出来是等于C对B的位置向量 加上A对C的位置向量 就变成这一式 那我们把这个让打DOT的这个式呢 给它 前面的这两个乘开来 再给它再乘开来 变成这两项 那我们看第一项 第一项是让打DOT括号R的B对C C对B的位置向量 CLOS F 还是一样C对B的位置向量 CLOS F的结果 一定垂直于R的C对B的位置向量 垂直于C对B的位置向量 就垂直于让打 所以等号右边的第一项 一定是等于0 那等号右边的这一项等于0的话 那我们就只剩下这一项 而这个依据定义 就是等于还是等于F 到BC这个对这个BC线段的力矩 而且是以C点R变成C到A的距离 因此我们这边得到了这个结论 这个结论我这边直接用这个图 给各位画得更清楚 假定 这是A点 这是一个位置向量 这是一个像F 通过这个点有一个任意轴 我要找到这个F对这个轴的力矩 那我们的定义就是让打 这个没有问题 就是这个位置向量 DOT R CLOSE F 好 重点是什么呢 F是什么呢 是这个线上的任何一点 到 F的作用线上的任何一点 都是R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没有什么困扰 如果你要找到一个力量 对某一个轴的力矩 就是让打DOT R CLOSE F 而这个R可以是这个任意 这个轴上的任意一点 到F的作用线上的任何一点 以你方便为主 这个就告诉了我们第三节的主要重点 我再强调 你们第三节的主要重点 第一个是要弄清楚 一个力量对一点的力矩 跟一个力量对一个轴的力矩的差异 事实上力量对一个轴的力矩 等于力量对那个点的力矩的一部分 我来强调 MO指的就是 真的事实上 这个力量对整个力矩 就会使这个物体 最后会通过那个点的这个轴旋转 只是这个旋转力量 我可以分成几个不同轴的分量 那些分量就叫做 这个力量对这个轴的力矩 它只是它的一部分 等于是变成一个力量 对一个轴的转动 使一个轴 使物体绕着一个轴转动 可以想成是 这个力量 使物体分别绕着三个不同的轴 转动的一个合成 这个是力对点力矩 跟力对轴力矩的差异 好 我们现在给各位举一个例子 这是你们课本上的第五个力题 它这边是有一个立方体 上面的四个是ABCD 下面的是EFG 另外一点将来会变成圆点 然后从这个F到C 有一个外力P 它的方向就从F到C 大小就是等于P 我们要问几个问题 第一点 算出这个力量对A点的力矩 这是对一个点的力矩 第二个算出这个力量 对AB这个轴的分量 对AB这个轴的分量 第三点算出这个力量 对AG这个轴的分量 沿着AG轴的分量 那事实上第二题跟第三题都很单纯 就都是你拿这个力量 对A点的力矩 算完以后 直接DOTAB的单位向量 或是AG的单位向量 第四题比较tricky 它是要我们算出F这条线 就是那个FC这条线 跟AG这条线之间的距离 第四题我们等一下再看 我们先看第一个 第一步 我们就要先知道 从F到C 也就是这个力量P 它的单位向量 OK 所以我们要先把F跟C的坐标找出来 我们打这个 下面的那四点 EFG的最后一点 就左上角那一点 左上角那一点 这边这一点当做圆点 所以我们就会知道 我F的F的坐标 从F 知道了F跟C的坐标 然后C减了F 我最后我们这边得到了 我C对F 也就从F点到C点的位置向量 事实上就是 A接减AK 因为长度都是A A接减掉AK 因为他们的X轴的分量是一样的 那它的大小就是根号2A 因为就是A平方加A平方开根号 等于根号2A 拿这个向量除以它的大小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我这个向量P 它就是等于根号2P分支 根号2P分支接减 根号2P分支接减掉 根号2P分支K 好 这个是我已经知道P的大小了 然后我们第一小题 我要知道它对A的例句 OK 那首先就先知道 从A点 我们可以从A点到FC 治疗线上的任何一点 那你可以选A到C 也可以选A到F 我们这边选择的位置向上是A到F 所以是AI-A接 那剩下就很简单 就是R cross F 出来的以后 我们得到了这个向量P 对A点的例句 基本上是等于根号2P 括号I加J加K 这是直接乘出来的 然后第二题 它要问这个力量 对AB这个方向的 方向的例句 也就是DOTAB的单位向量 对不起 这个我后来发现没有时间干 有一点点错 我应该 我这个不是R的AB 应该是浪打AB 就是AB的单位向量 也就是I DOT我的P 然后最后就得到我们结果很单纯 根号1分之1的AP 就那么单纯 第三题 我要知道 对AG这个方向的例句 那就是要DOTAG的单位向量 所以我们要先找出来AG的单位向量 那AG的位置向量 从A到G 应该是AI-AJ-AK 它的大小就是根号3A平方 根号3A平方 所以我们把它带进去 浪打DOT前面的那个MA 最后得到 这个的单位向量 就等于是根号3分之I-J-K 拿这个的浪打DOT 第一个小T得到了那个MA 最后我们得到的结果 注意是负的根号6分之AP 这个负号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负号是代表什么 你们注意看我手 这个是A点 这个G点 所以这是我的浪打 但是呢 我的这个MA 对A点的这个A 沿着这个方向的分量 是反方向 这个负号就代表 跟我的浪打AG是反方向 跟浪打AG的单位向量 是反方向 这个就是负号的意思 第四个小题 很单纯 他问的是FC这个线段 跟AG这个线段 那我们刚好发现 你拿FC的单位向量 DOT AG的单位向量 刚好等于0 两个向量 DOT等于0 代表这两个向量 互相垂直 那我们在这个讲义 第四三页 前面我刚刚有特别强调 如果两个向量 是互相垂直的话 它的距离乘上F 就等于我们 就是等于我的MAG 所以我们只是拿 刚刚算出来的 这个结果的绝对值 就是MAG除上F 就等于我们的 这两条线段之间的距离 这个是特别的 他这题问 其实上这题就是 因为他已经知道了 FC跟AG是互相垂直 他才问你它的距离 否则的话 它的距离 如果这两条线 不是互相垂直 它的距离没有那么好算 OK好 这结束了我们第三个小节 我们今天主要的就是 我们讲过一个力量 所产生的利用有三种 一个是利对一个点的利举 一个是利对一个轴的利举 我们今天主要是让各位了解 利对点的利举 跟利对轴的利举 这两个之间的差异 我再强调 事实上利对轴的利举 就是等于利对点的利举的分量 基本上就是那么简单 利对轴的利举 就是等于利对点的利举 沿着那个轴的分量 就是这个样子 它等于只是把一个力量 会使一个物体 落着一个特定轴的转动 这个动作分解成不同方向的转动 OK 变成一个合成 只是如此 就是这样的利益 就是这样的利益 就是这样的利益